今天凌晨三点,欧阳娜娜的工作室也发布证实了此事,称和新闻报道的一样,她在离开机场时,该男子不顾工作人员阻拦,突然上前纠缠,还拉着她的头发说我能亲你吗?工作人员马上带她离开现场,还大声呼救,但该男子仍不放弃,还在纠缠她,直到民警赶来,才把她隔开,但对方还不断强调说,自己认识娜娜,是她的工作人员拦着她, 之后,他们向民警提供完相关的录影证据后,今天凌晨两点半,她也在抄话发文,向粉丝报平安,称刚刚工作完,放心,我是安全的,粉丝也在她和工作室的微博下,嘱咐他们注意安全,而欧阳娜娜当天刚结束完工作,一身黑色长服亮相,在被该男子纠缠过后,娜娜的情绪多少受到了影响,之后,她就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离开了。 感谢观看